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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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總算有了結了 過程是和平的 一起走著 以為就是永恆 這天還是來了 我不是無辜的 你只是明明確 覺得不愛我了 沒有第三者的分手 原來比不忠誠更痛 從客觀或主觀來說 壞人都是放不下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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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 徐佳瑩 沒有第三者的分手 2點08分 你現在收聽的是 飛帝聯播網的 飛帝有一點 我是瑪莉 我是白雪 今天勾勾不在家 那今天1月2號 我們要進行的是 2024年的 願賭服輸大會 歡迎大家在這個小時 打電話進來 來許下你的新年目標 新年願望 然後這個目標 是真的你自己本人 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什麼 談戀愛 重樂透 撿到一筆錢財 不是這種東西的 像 上個小時候我們打電話 也許有的人立下目標 是想要讀多少本書 找回念書的熱情 或是為了健康 想要減重的 或者是要投稿到馬克信箱 Push自己常常做話 或是去健身房 少喝手搖飲料這些 你可以努力的事情 那在今天拿進來 取下願望的同時 也要跟我們一起 插鬥 要下賭注 那這個賭注呢 也是你自己許的 也許你現在在關注的是 世界展望會好了 可能就是好 那我會捐多少錢 給世界展望會 或是如果失敗的話 就像維尼的 我某一個月 我就要吃素這樣子 都是很free的 都是你自己來許下的 歡迎你在2024年的1月2號 今天現在 打電話給我們 02-2363-9955 許下你的新年願望 我們會在2025年 好遙遠喔 真的耶 我們會在2025年的時候 打電話給你喔 你只好承認 想當受害者 我和你的人 都不能 嗨 你好 瑪莉你好 白雪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范逸誠 台北范逸誠 你要來玩願讀服輸嗎 當然啊 你已經想好了 我想好了 因為也是我 基本上每天都在做的 希望我自己可以 持之以恆下去 哼 你想要 就是 每天至少做30下的福利挺身 每天 每天喔 是的 至少30下 我 我一直每天都有在做 除了 我真的喝醉 喝到 喝到沒辦法 沒辦法起來 那種 不然我基本上每天都有做 哼 對啊 就算我有一天沒有做 我隔天還是會補回來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 可以達成這一年的 勇望 30乘以360 50 好可怕他會變一個 超級肌肉男耶 福利你還會 沒有沒有 我其實做很久了 我做了大概六七年 我幾乎每天都做 我沒有做的 天說大概十 十字熟死熟熟的出來 你說什麼 你已經做了十年了 我已經做了六七年了 從我跟我老婆認識到現在 我幾乎每天都做 嗯 但是 沒有變得像肌肉男一樣 呵呵呵 好 那這對來說應該是蠻簡單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已經失去六七年的話 嗯 嗯 就是 中間會有幾天可能 真的沒有辦法做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還是可以 就是不偷懶 嗯 那 萬一沒有達成的話 你的賭注是什麼呢 我就捐 我就抖那一萬塊給馬克行鄉 哇 哇 好 做到做到 好扯喔 聽者有份嗎 呵呵呵 那 那你要先有個頻道 呵呵呵 呵呵 好 台北翻譯成 2024年每天至少 30下福利挺身 如果當天沒有做的話 會把30下往後夾 隔天會做60下把它補齊 如果 2024年沒有做到的話 會抖內一萬元給馬克信箱 知道 好 台北翻譯成你電話不要掛 那稍等我一下喔 好 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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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欢迎大家不用害羞 反正你匿名 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 就来许愿吧 跟自己的一个承诺 跟我们的承诺 愿读服输新年大会 02-2363-9955 2363-995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下一位勇者会是谁呢 嗨你好 喂 你好 你好玛丽 你好白雪 哎哟你要来愿赌服输哦 本大爷这次来真的 所以你叫做本大爷是不是 本大爷幸运宝贝 本大爷幸运宝贝波园 没有波园幸运宝贝了 波园就波园 不要在那边假认真的 不是认真的就是叫波园啊 2024不一样了 你要许什么愿望 我今年认真许 今年瘦10公斤跟读10本书 你现在几公斤 我现在我记得我唱的就是差 好像是88还是87 8那算你松一点 算你88 好 哦对对对88 88公斤要变成 78 78公斤 对我回去就再量一次 反正就是10公斤啦 好不好10公斤 然后你要你说你要读 我然后10本书 为什么会想要许读10本书的愿望 我其实去年我就想要好好有开始有月赌的部分 但是前面做的还可以 后面就落掉了 想说补回来 哼 嗯 那你的赌注呢 我这次赌大一点认真赌 如果我20... 你一直认真的 你不会一直强调我这次是来认真的 如果2025年没有成功做到的话 我2025年 从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 嗯 我就不上Telegram聊天了 你说 2025 蛤 我觉得还好诶 而且这个跟他本人 我认真不上 不上完全聊天 可是不上Telegram又怎么样呢 对啊 对啊 是你知道我喜欢聊天的就 哦少了一个就是很无聊你知道 你才少一个诶 对啊 你整年诶 就是听 听起来真的是很还好 就是 很还好诶 对我来讲很大嘛 你觉得这对你来说很残酷 很残酷吧 一年就是 我跟你说 更残酷的是 2025年 一整年不能上Telegram群组 也不能私讯我跟欧马克 哼 简单 简单 哇 简单 整个截图截起来 我死了我们死了好不好 被呛爆 来来来来 怎么会有人就是 许昕的愿望态度这么轻 挑这么欠扁啊 嗯 破府成舟壮士断丸 轻了 好不好 你平常会上什么群组聊天 我平常Telegram啊 就是上班的时候 Telegram重要的那个 叫什么 朴四季还是什么的 不管啦 还有呢 你其他人会用什么聊天 你是不是还想要就是 要逼我去其他的 其他的 懲罚的那个嘛 因为 我必须要说听 听节目的千千万万 都觉得这个东西 很还好 对啊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本人 没有 太大的关联 我本人比较爽 不然我就 再捐个 2000块给那个啊 那个叫什么 盲人重建院那边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要讲 金额之具体的话 给那个 盲人的 嗯 好 我把他写一下 好 你写 好 播务员的 2024的赌注是 88公斤 要瘦身到78 然后在新的一年 要读十本书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 给自己设立的目标 在2025一整年 不会再使用 Telegram群组来聊天 也不会创新的帐号去聊天 就是完全离开Telegram群组 好啊 然后 什么都好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对啊 就是把那个东西删掉就对了 然后也不会私许马克马力 还会捐2000元给盲人协会 好 没错吧 就这样 好的 电话不要挂 稍等我一下喔 i feel b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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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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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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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